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民航客机C919即将交付给内地航空公司 香港多年来都有参与C919的前期工作 今年9月更是由一名香港飞行专家到上海参与测试工作 当局希望香港能够协助C919更充分的接轨国际标准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网志中表示 国家自行研制的大型民航客机C919 最快本月内交付给内地航空公司 香港市民明年到内地机场可以乘坐这架国产飞机翱翔天际 国家为了鼓励和欢迎香港同胞在国家发展中做出贡献 早在2012年开始已经邀请香港民航处专业人员参与C919的部分前期工作 例如就飞机型号合格证的审定工作 飞机持续试航和申请在港商务营运的程序等提供意见 国家民航局2018年正式和香港民航处和澳门民航局 就C919飞机运行评审的工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过去的四年香港民航处多位同事参与了超过80场 评审委员会和专家小组会议 就飞机驾驶员的资格 飞行必备设备清单等等 按国际要求向国家民航局和内地生产商提供专业意见 今年9月底民航处更派出一名飞行专家李千燕 到上海参与为期两个月的T5测试工作 这是驾驶员资格规范评审的关键部分 期间李千燕和另外14名内地飞机师 接受驾驶C919的不同训练 然后就拟定的训练内容、模式、时数等不同范畴提供意见 以便当局落实C919型号机组人员的详细训练计划 供使用C919的航空公司作为训练栏本 李千燕感受最深的是 能够亲眼见证C919完美实现自主研制 国际合作、国际标准的目标 飞机的性能和高端系统配置等 媲美其他主流西方客机 作为一名资深的飞机师 李千燕给予C919很高的评价 林世雄感谢香港民航处多年来为国家大飞机梦做出的贡献 也感谢国家民航局对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让香港人能够发挥作用 为推动国家航空制造业发展出一分力 林世雄还热切期待能够早日坐上C919飞机 到海外说好香港故事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